歡迎收看 WKM會 剛剛一開場 有的壓力太大 都不知道 不知道 對 因為在疫情的籠罩下 已經連續三年了 對不對 大家真的覺得 我快悶到要爆炸了 然後 有專家針對美國還有加拿大 七千位的民眾來測試 他們的這個壓力 我發現了七千的人 已經有25%的人 已經有 新冠壓力症候群 七千耶 有25% 而且這些人的症狀 可能是會在夜間的時候 會驚醒 會嚇到驚醒 或是 其實現在的人 他們的壓力很多 比如說 家庭壓力 職場上的壓力 對不對 還有親情的壓力 我們先來問一下好了 到底是東方 還是西方的壓力比較大 你覺得呢 你們覺得東西方 哪一個人比較會 讓壓力一直累積的 東方 東方 西方 東方 西方 東方 東方 東方人選東方 沒有 這邊有一個西方人 一半 然後那邊 西方的人 都有 一半一半 都有 大家壓力很大 我就忘記了 那我們先來聊一下韓國好了 Hani 因為韓國壓力是 第一個是 韓國的變化速度太快 然後韓國的社會的 比如說 長輩的尊敬文化 還有很多社會的那種 異味的文化 對 你到了什麼年紀 你要做到什麼樣子 這種樣子的壓力也很大 所以韓國人來說 薯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然後最近流行的是 咖啡廳 不只是喝咖啡 也可以 薯壓 怎麼薯壓 有一個地方是很特別 在首爾的一個都市 裡面的有咖啡廳 就是長得像是 這樣的咖啡廳 這超俗 這很像瑜伽教室 對 就是韓國 就是首爾都市裡面的一個 森林公園旁邊的一家咖啡廳 對 然後他們的用餐時間 是大概90分鐘 90分鐘的時間 你不能講話 盡量不能用手機 手機是關靜音 或者是用關腳 就是一個放鬆的狀態 就是喝咖啡 然後是 舒服 對 我怕我會睡著 對 這種東西是對 剛剛講的 西方人來說是 這是很日常的生活 因為我們是去海邊那些 但是對東方人來說是 其實忙碌的生活當中 這種東西是很一個難的機會 所以用這種方式 舒壓 然後另外一個餐廳是 咖啡廳是 看起來是跟一般咖啡廳 很正常 但是他們的特別的服務 你看喔 菜單裡面有沒有發現 有小姐 沒有啦 按摩椅 可以啊 對 我剛剛看成那個腿你知道嗎 Sorry Sorry 我壓力太大了 這個按摩 按摩比較沒聽啊 這個按摩椅是 很高級的 就是通常就是家裡買也是 太貴 因為才十幾萬很貴 很貴的那種 寒過幾百萬的那種 按摩劑 然後有一個是 二樓區的話 就是一個 安靜的地方 這超舒服 這很容易睡著 這個是用那個 Oxygen 就是一個 氧氧氣 氧氣 一直會出來 讓你整個 空氣 也是新鮮的 氣氧 對 然後再是那邊 大概躺著五十分鐘 就是享受 就是整個按摩 哇 對 這個是對於現在流行的是 上半組中餐時間 去附近的咖啡廳 因為這個按摩可能 大概五十分鐘 然後大概兩百塊左右 兩三百塊 那就是做五十分鐘 很便宜耶 對 對 按摩一下 然後出來喝個咖啡喝茶 然後回去 就是上半的話 覺得哇 又可以面對一切了 對對對 所以韓國現在 用這種方式紓壓 像韓國也有一個 很特別的紓壓方式 就是去 坐牢 對 但是呢 所以要先去犯法嗎 當然不是 但不是犯法 千萬不要犯法 這是什麼紓壓法 就是坐牢 坐牢還要花錢進去 而且你知道一天坐牢 還要大概三千塊左右 台幣 然後你進去裡面之後 他就會沒收你所有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你的手機 萬惡的手機 還有你的包包等等的 你全都不能戴進去 然後面對著牆壁 然後空無一物的這樣子 頭髮要理 頭髮要理嗎 是沒有 要理那夾什麼 褲子要脫下來 然後翹起來 沒有 怕你藏東西 對 怕你藏東西 有些人我要藏手機 就對了 手機藏一下 所以他只是進去 鞋子也不能戴進去嘛 因為你怕鞋帶 就怕你 有啦 那玩笑的啦 那是緊閉室啦 那是緊閉室啦 那其實進去裡面的時候 就是因為現在 現在很多人就是壓力很大嘛 然後想要逃離一些 就是比如說長官啊 家人啊 小朋友等等的 科技壓力也有 對 你就一個人這樣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你知道 躲避這一切 然後之前很流行的是 讓一些 高中生會去那邊 因為很多高中生 手機中毒 然後很多他們也是 都沒有好好思想 就是自己的 最近的人生那些 所以有些父母 就是流行 一群小朋友去那邊 體驗一下 就是這些都磨走 然後就是好好反省 老師你覺得 剛剛的監獄疏壓 你覺得這樣 聽起來滿奇葩的 但是那個 我們研究壓力 有一個先鋒 就是一個 加拿大的醫師 他叫做 Hans Salier 沙利爺醫師 他曾經說過 他說壓力是什麼呢 壓力就是 生活的調味料 太少就乏味 太多會膩 所以呢 我覺得好的 抒壓方式就是 把多的拿走 把少的補進來 那像剛才你講的 這種放空的咖啡廳 還有坐監牢 就可以把那人際關係 全部都拿走 你就會暫時感覺到說 我都不用管 這些人際關係 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 所以聽起來 這個是一個 有效的抒壓方式 所以坐牢的人 都沒有壓力嗎 坐一天 坐在哪裡啊 坐久就完了 看多久 而且他們都要去做工 好不好 無期就無期 就沒有壓力 而且他們一早就起床 不要亂交 就不要亂交 那沒有紓壓 很痛苦喔 OK 捷你呢 你今天知道上班的時候 我們會坐公車的人 特別容易有什麼去睡著 對 可是你回到家 精神都超好 都睡不好 因為他的咬咬 黃黃 你就會 很不自覺的 就整個就會打到 那個公車的玻璃 我試過很多次 都是打到自己的 就醒來 可是回到家 就沒辦法睡 就有人推出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讓你在公車上面睡覺 大概就是四百塊 到一千多台幣 你就可以參加這個所謂的旅行 而且是坐著 坐著 因為他的價格 就是分你的等級 你坐哪一區就不同的錢 如果你是坐上面的話 他就是不給其他人上去 就你買上面的票 是比較貴一點 那下面的話 就是比較靠近那個 引擎 比較低音 重低音 更容易睡著 然後還有一個 如果你的腿很長的 你就可以坐那個包廂區 就是前面有一個可以 打開那一種 對 可以 而且你出發之前 他還有包含 餐飲的服務 因為你吃飽更想睡 真的 他會帶你們幾個人 先去吃一個減餐 然後就開始上車 你就可以 你要睡覺也好什麼也好 可是就不能 這個不是想參加耶 有手機的聲音 如果你手機有聲音 或者你講話太大聲了 那個司機有權就是 趕你下去 就不還錢 就不會退款 你就在上面好好的帶著 像這樣 每個人就是很安詳的 很好睡 安詳 安詳的睡 安靜的睡 安靜的睡 不能講安詳了 因為你不能打擾別人嗎 所以他都會往香港人 譬如說比較有山區的地方 比較郊區的地方 密境的地方 平常人比較難去的景點 不會有那種喇叭 車 不會有什麼 旁邊都是高樓大廈 而且他會跳那種公路 就因為比較沒有紅綠燈 你不會在發車 或者是停車的時候 會把你醒來 不會 他就順順的 跟著香港這樣繞一圈 然後到密境的時候 就讓你下車 你可以走一下 然後再上去繼續睡 剛剛說的那個 我真的覺得很有效的原因 是因為像很多小朋友 有沒有 寶寶 就是像我朋友他們的小孩 就是好像半夜的時候 哭鬧 然後不睡覺 怎麼哄都沒有用 但是一上車之後 帶他們出去繞一繞 哇 十分鐘 馬上立刻入睡 然後超安靜的 兩位爸爸 真的假的 我們家就是這樣 對 你騎手 手要斷了 哇塞 我的小朋友是放下去就哭 然後你背起來又會累 可是你放在那個推車 它就OK囉 而且你要推出去喔 他說我曾經繞公園這樣繞 繞天亮 很誇張啊 很誇張 笑子 笑子 你太誇張了 來 馬高抖 馬高抖 我相信他壓力很大 他家裡都沒有說話了 啊 反正說 那日本也是跟那個韓國一樣 就壓力真的很大的國家 特別是跟那個韓國一樣 就是工作上的 上下的關係 就是很嚴重 對 所以呢 就日本人也是很多壓力 那要怎麼解決是 就一個好的方式 就是就 破壞的方式 來紓壓 就這個 空手道 你抓到這個 哎呀 滴瓦片 對...滴瓦片的 那淺草呢 淺草有一家可以體驗 一般民眾就是打破 就是打破瓦片的 但是那個 第一刀不夠 這邊會扭到 而且那要有技術吧 對 這個很技術 那如果真的不安的話 就是就可以戴 像是免性那些 拳擊手套 拳擊手套 那這個2017年開了 那這個價錢呢 這樣子就 五篇的話 就差不多台幣五百塊 一篇一百 對 差不多一篇一百塊 那如果是 打到他破嗎 還是他有計時的 是現實嗎 沒有 他就真的打一次 就打一次而已 打一次 那如果我打沒破 不就老闆賺到了 對 老闆賺到了 那我打一次 如果只破兩片 就付兩百就好 不會 不行 對 這是體驗費 那但是呢 他是就是一個 蠻有趣的地方 就是也可以挑戰 這個年度的金氏紀錄 就是那個年度 一整年 就是如果要挑戰 就是前面的人 是多一點 那這樣子的話 就差不多台幣一千三 一千四左右 但是如果成功的話 就免費 那我有看過 2018年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人是 破了三十幾片 壓力這麼大 對 超厲害 我們在烏克蘭 就是也是用 破掉的紓壓 我們有很酷的那個房間 你就進去 他們就給你一個東西 你就可以用手 還是你用那個 破掉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個人要進去 他們就問你 你有什麼關係 跟男朋友分手 跟那個 問你不開心是為什麼 對 對 對 然後他們有些不同的level 最輕鬆的 他們就給你什麼電視 什麼之類的 可以砸電視 對 但是他們的錢 從一千塊台幣 到一萬塊台幣 就看你要房間 還是一個東西而已 所以好酷的 他們給你很老的一個房間 給你半個小時 你可以所有的朋友一起進去 一直破掉 是有什麼東西的東西 所以進去裡面 什麼東西都可以砸 對 哇 好像日本好像可以砸 日本也有這個 真的喔 這個韓國也有 韓國也有 好像就是 好像沒過那些流行過來的 有 我之前 我兒子也有介紹我一個 你兒子不是國小 你兒子壓力這麼大 沒有 他因為關心我 關心我 關心爸爸 爸爸最近啊 他就是從日本那邊 衍生出來的一個 一個APP程式 我也是誰 那個叫做 殺死老闆 你有講日本跟APP 我講快一點 對 你是不是APP APP 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節奏 欸 我的紅 要看看 快點 對 就是殺死老闆的一個遊戲 殺死老闆 他就是 一開始他的畫面是 那個喪屍 就是喪屍堆下屬 老闆跟 罵完他之後 你是那個下屬 然後你可以去後面的房間 去拿武器 就開始 啊... 然後亂批 然後就是砍老闆 然後老闆是 永遠就不會死 然後他會一直復活... 可是在當下你會享受那個... 那種你知道嗎 快感 收拾的快感 對 所以我就跟我兒子知道 這個遊戲你們絕對不能下載 為什麼 但因為我半年也要玩 哦... 老師那破壞真的是可以紓壓嗎 像比如說打人... 打那種假人啊 或是摔東西啊 砸裝潢啊那樣子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去一家 新... 新北市的一個科技公司 那他們的那個... 那個HR人力資源的就很驕傲 說我帶你們去頂樓 我們有個紓壓室 結果那紓壓室呢 就是每個主管的照片在上面 然後旁邊有很多飛鏢 你只要不爽那個主管 但是問題是那些照片都是黑白的 掛滿一個牆感覺很怪 那是不是那些主管 知道自己的照片 知道... 那可是那個說要是... 那個說要是有監視器嗎 應該沒有 對啊 有實名制嘛 有點尷尬耶 那如果那個主管的照片 動特別多 對... 他就要再換一張上去 那我覺得主管有這個想法 就很大方耶 我覺得蠻蠻雅亮的 對 所以代表說他們的企業文化 是蠻沒有那種 就是上下的那種 也是雙向溝通耶 因為如果主管自己知道的話 他在頂樓是很popular的話 他應該是會稍微知道一下 也是警惕一下自己 對 做人要改一下 對... 也是一種溝通 真的耶 這蠻好的 這個公司好有智慧喔 真的 OK 何思思 像緬甸最近的壓力是 就是物價一直漲一直漲 然後有很多就是人有壓力 但是我們緬甸沒有那麼先進 像他們可以砸東西啊 像有靜座的 就專業的靜座紓壓的咖啡館 我們沒有 像我看到砸東西我鄰居 我去他們家冰箱是凹一片 我想說怎麼了 冰箱門凹一片 他說因為跟老公吵架壓力大 剛才貝納 貝納那個什麼 那個電視摔下來那個是 我小時候就常常會聽到 我們要鄰居家 這是正常的 我們只有在自己家才可以摔東西 然後像緬甸一般就是有壓力的話 就會因為緬甸是佛教國家 然後他們就會去 就去拜拜 然後拜拜就是不會馬上離開 有些人就是會坐在旁邊 坐一上午放空這樣子 然後他們覺得離開這裡 然後就是一身輕這樣 對 然後有些就是在旁邊 就是毫無事事的就是坐著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去那邊放鬆 對 然後有些人就是比較有錢的人家 就會去室外買一塊小地 然後自己自己種菜這樣子 對 種菜很舒服啊 對 然後就是無農藥的自己種 然後就是自己 對 開心的一場 對 對 然後就這樣就是去放鬆這樣子 然後就是自己煮吃這樣子 對 好的 歐陽山也 我知道在台灣有些人會覺得很無聊 可是其實美國人很愛這種一千塊 一千片 我 我也是因為疫情開始拚拚圖 我第一個就一千片 很好玩耶 這個非常好玩 也會挑戰你的腦筋 對 那其實這個它是有一個技巧 因為我跟我女兒做過 以前我覺得太麻煩這麼多一千了 一千平均會要你一個禮拜 差不多 對 然後像這樣是相對不會太難 對 因為顏色 因為你可以看那個圖案 然後跟著它 可是有一種叫做邦邦的 就拚圖了 對啊 會壓力吧 這個壓力又來了 看到的壓力又來了 這一定會有心情吧 壓力更大 我有一次 我老婆真的是買一千片 的那個拚圖給我的 然後她說 老公你如果是看劇本 沒事的話 那你拚不拚圖 我拚不起來 我拚不起來 老婆我真的拚不起來 因為她買全白的 對 對 因為這也是流行全白的 全白的 那另外在美國我講到一個 不好紓壓的方法 這個看起來就是美國人最愛 對 沙灘喝酒 喝啤酒 好好玩 可是在Corona COVID時代 就沒有辦法 可是有些人認為說 我已經熬了兩年 我沒有得病毒 所以這個叫做 病毒的排隊 對 然後這些人的目標 就是去參加這個排隊 對 染疫 對 他的目標就是 什麼東西啊 因為人多 他們說要非常 人多的地方要盡量割開來 對不對 對 台灣的資訊跟美國的 是一樣的 但是這些年輕人 他們特別會 尤其是在Spring Break 就他們都去那裡 然後知道裡面一定會有一些人 有這個病毒 然後人多這樣 就容易傳來傳去 因為他覺得已經很疲倦 我要這個COVID結束 所以他去給他自己結束 喔 因為就是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不是說你看他們都年輕豪漢了 都可以裸體化 而且又有人會覺得 這是戶外還好吧 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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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人是不是一個冬天 才會傳染的病毒 可是未必 這個好像不太好 好的 因為現在在匈牙裡 疫情很嚴重 這個追情戀念 因為我覺得台灣很好 真的很好 可是歐洲非常不好 所以壓力很大 比如說很多人沒有工作 還是在家裡工作 跟我的媽媽一樣 她也在家裡 可是她有她自己的方法 她怎麼可以放鬆 因為她自己開始做麵包 她每一天做麵包 你們看 她每一天給我很多的照片 如果我沒有回答她 她很難過 哇 她做很多 好厲害 開店了那好多 對啊 對啊 超級多 每一天 每一天 真的很多 不一樣的 甜點媽媽 哇 你們家有幾個人 感覺好好吃喔 可是家裡有只有兩個人 我的媽媽跟我的爸爸 所以她每次做這麼多 然後她每次來我的弟弟 來吃麵包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弟弟說 我不要 沒關係 然後他想哭 很傷心 對啊 很難過 然後我的弟弟覺得 OK 我去吃 所以每一天去吃糖糕 然後後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好 很好的方法 因為她一整天 一直做麵包 然後晚上到了 她比較累 然後她可以好好睡覺 然後每一天 早上她起來 她比較開心 然後她share 她給每個人麵包 就讓她比較開心 哇 真的 做麵包成就感 然後share給大家的時候 也有那個滿足的感覺 對 對 對 所以接下來要問大家 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 紓壓小物呢 蘇壓小物 未免也太大了 小物嗎 不是蘇壓小物嗎 哇 這個太大了吧 這該不會是一個人的老婆吧 就躺在裡面說 我覺得她是蘇壓小物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 戰車喔 一台腳踏車喔 就是把它解開再拼起來嘛 不是啦 其實找到之後啊 沒有搞我 不是嗎 不是 好 我們先來猜猜看是 誰的紓壓小物 一定是Makoto 我也覺得 這我感覺她最喜歡 然後再玩沙利剩下 對啊 我覺得是貝娜的 為什麼 因為她 她其實應該會滿... 對啊 你幹嘛 你幹嘛 賞心悅目 是Makoto的嗎 對 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讓人... 有請 這兩年啊 因為我公司是做旅遊行銷 對 所以就影響非常大 然後還是要養那個員工嘛 對 所以我這兩年 壓力很大 但是很悶很悶的時候呢 還是要騎腳踏車 或者是去跑步 回來之後 還是就是就小小的煩惱 就這樣子就可以 Energy都回來了 而且現在騎車跟跑步的時候 其實腦子是空著的 對 所以是一種放鬆 對 但是這照片是什麼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對 這是我騎單車嘛 全身的佩戴口罩 很棒 我騎單車 或者是去年跑步 這樣就出發壓力 然後這個是 對 這個是 就沒有上級的時候 最二級的時候的那個比賽 越野跑 對 越野跑 但是呢 因為我去年 我八月我回去日本嘛 對 然後就我九月回來 然後那時候隔離十四天 那對我來說就是這十四天 如果 哇 你不能去那光載 不能去塞上跑步了 對 你不能運動的時候 我可能會死掉 對 所以那時候我請朋友 從我家把那個腳踏車帶過來 帶這個腳踏車 對 腳踏車 對 還有訓練台 你那時候是不是我們在視訓的時候 對 視訓的時候有辦法 然後就我在那個房間裡面 就是這樣騎 哇 那 OK 那個時候的影片好像 對 今天有準備 好耶 來看一下影片 這個我在 對對對 就是這個 你有在那邊練腳踏車嗎 就是人類型的 那你又爬上去騎 對 那時候我們還在那個 好嚇人喔 那時候我們還在視訓 有一個訓練台 你好聰明喔 你可不可以示範給我們看 真的好專業喔 這是我教 你的肚子都不甩了 你現在是超人就對了 對 哇 好帥喔 這樣有辦法騎三個小時 好厲害喔 對 這樣騎三個小時 對 你有點... 哇 好帥喔 所以現在還是會騎到 大腿爆炸 很痠嗎 還是已經很大腿 還是會啊 還是會 大腿爆炸 對 你看看畫面好小心悅 哇 非常介紹 來 各位 來 各位 好 接下來 看一下一個 加尖叫 來 牙刷 而且是很髒的 很髒的牙刷 很髒 還有香蕉 還有綠培的香蕉 這香蕉是假的吧 真的嗎 香蕉跟牙刷 我剛剛弄完 她幹嘛用在別的地方 你貼那麼近幹嘛 她本來是用在別的地方 對 真的 這誰的啦 這是我的 Jenny 來 你可以真的用在哪裡啊 我還碰到鼻子 你明明知道莎莎 會放到那條狀物 她就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真的假的 這香蕉有看起來很真實嗎 很真實 很假的 你用在哪裡 我還拿 這香蕉幹嘛的 我以前上班 妳的手 手上這條香蕉是這樣 是假的 對 所以你不會塞到別的地方嗎 不會塞到別的地方 塞到別的地方 那我就放心了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 因為食物不能碗對不對 對 吃的東西大家都說 浪費食物嘛 對 所以我就上網去買 這一根東西 好酷喔 好酷喔 什麼 美國的力量很大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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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掉了耶 香蕉 我那個亞洲的香蕉 不要拿到西方去 西方力量比較大 OK 變米肠了 來… 變米肠了 因為他跟老公 對 不要 他跟老公 公開太久 不要 太久沒看到 送人 歐大哥辛苦了 他跟老公 好可怕 所以那個是讓你紓壓的一個 一個玩具 對 紓壓的 可是他家那個頭已經沒了 OK 沒關係 那牙刷呢… 你跟故事還沒講完 因為這個香蕉是矽膠的香蕉 所以其實它基本上 你怎麼捏 你怎麼樣 而且這個行裝 我都很想要毀滅它 你們會有這種 結果真的被毀滅 對 因為雞蛋你很想要捏爆它 想吃的東西 你想要打它 你也會 對 你都很想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心裡面有很多就是想像它是誰 不覺得它是怎麼樣 你就用它 蘇牙香蕉 然後第二個 為什麼我會帶這兩條 這用過的吧 這個感覺 對 平常我有在刷 馬桶 不是 是我家 我今天有帶我家的廁所的照片 給大家看 我家的廁所大概有 還沒到三坪 三坪左右吧 是 然後四邊的牆壁都有貼 3.5公分乘以3.5分的小磚 小磚 對 那所以如果我真的是覺得非常有壓力 可是又想要做一些比較有營養的事情 我就會用這種的小銅牙刷 就在這個縫那邊刷刷刷刷刷刷 刷刷刷 很大力 對 然後用漂白水一直刷刷到會變這樣 厲害 假的 好需要 因為它實在長得太小塊了 所以你每一邊都要刷的時候 你整個人要很專注 就有點像馬桶騎摩托車 騎腳踏車 你就是達到目的 你就會把其他煩惱暫時翻下 然後你成就感就是來自於 它很乾淨的這個面部 對 一舉兩得 所以就會一直刷 一直刷 我就剛瘋的時候 壓力最大一個月大概可以刷掉 二十個這樣的小銅牙刷 因為我很大力 好 下一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來看一下 看開朗哥的書嗎 看他的書外開朗就對了 那他的書 我好想睡覺喔 我不喜歡 怎麼還有罐白膠 把他黏死 把他黏死 這是誰的 你們猜猜看是誰的 開朗也沒來啊 開朗也沒來啊 他不會是你的吧 我沒有那麼愛開朗 對開朗也沒來 你居然比我先出 你知道這輩子 永無天欲 誰的 是邱老師的 不是 邱老師的 薩基努你給我出來 出來是你 什麼啦 你幹嘛你不喜歡他喔 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不是 書的話有沒有 其實就是 你故意跟他用一樣的髮型話 沒有 沒有 其實 因為 所謂的解紓壓有沒有 對 就是 當我每次在看劇本的時候 有時候 因為你要去 分析每一個台詞 那個 角色 角色個性 角色個性 然後導演想要 你呈現出的那句話 人設 對 所以會很煩很煩 很煩之後 就是 很煩就不要 這本書就會一直壓著 就不要演了嘛 這個書就會壓著 然後怎麼解紓壓呢 就把它解開就好了 這樣就解紓壓了 很好 謝謝 謝謝 沒有啦 這只是玩笑的 不要這樣啦 書不要再丟啦 這人家的書是很棒的 一些哥哥 趕快去 但是白膠呢 你老婆會黏住你的手 沒有啦 就是從小 我都一直到現在 一直在用的東西 對 就是每當我 就是有壓力在自己身上 然後 把自己嘴巴黏起來 你該不會洗白膠吧 聞白膠的味道嗎 沒有 不是 就是把白膠塗在手上 要幹嘛 然後拿乾了之後 真的 然後你會覺得說 你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有沒有一種脫胎換骨有沒有 好像那個蛇在脫皮 有沒有好像 對 其實我還好耶 你給他們輸一下 為什麼我的東西 你都是避重就輕 沒有啦 來 盛翰 其實 要不要塗 都可以塗 塗在香蕉那邊 有沒有 好懷念喔 我好像五四的時候 你喜歡的對太一樣 對 你看 對 這個畫面就好看了 不要自己擦 不要自己擦了 不是 他要塗 對 我要塗 謝謝 你也要塗 OK 這個很好 因為你看 像你這個命像有沒有 好了 對 幫你改運 幫他改運 謝謝 來 哥 你太太在後面 我知道 乖乖的感覺 好噁心喔 你手不要摸他的手 好噁心喔 好了 然後歐陽三 你幫他塗一下 不要 對 他剛剛香蕉都這樣了 你覺得 他整罐吞下去 我就這樣 對 像以前 我們在上美勞課的時候 上完課的時候 有時候會抹到這個手有沒有 然後風雨比較大的時候 再拉的時候 真的有那個快感 哇 成功 我告訴你 這個剝完之後有沒有成功 可以許願 沒有 許願 他是可以當面膜 當面膜 拿走 拿走 好啦 謝謝 下一位 好 來看下一個 白花油 這應該是韓國 這應該有年紀的人 因為韓國不是都有這個 搓身體的 我最喜歡白花油 對 你不是喜歡白花油 所以這是你的嗎 你第二拖 白花油的味道 那大家在看這個是誰的 所以是你的嗎 不是 這是誰的啊 我的 韓國出澡的 因為台灣的那個 洗澡的那個布 比較不會那麼刺刺的那種感覺 我想要的是一定要有一點刺痛 刮刮的感覺 然後洗完就是熱澡 跑大概15到20分鐘 整個先暖身之後 用就是摸摸的話 這是有點去角質的感覺 對 去角質 一滴一滴 好像香檳那個一滴一滴 都跑出來 而且有時候髒髒 跑出來 好需要喔 你全身這樣刷完之後 出來的話好像就是 重生 重生的感覺 對 就跟白教一樣 白花油了 白花油呢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種 精華油的東西 味道 然後很習慣 就是譬如說覺得 心情沒有很好 或者是工作太忙 或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是踩一擦 對 這邊踩一擦 天啊 我都很久沒有聞白花油 但這個擦的時候 阿嬤 對 對 我們這個動作只有阿嬤會做的 對 以前我阿嬤房間都是這個味道 這是阿嬤的味道 阿嬤櫃子打開這個味道 對 所以我們每次工作的時候 踩一擦 然後很多身邊的人說 阿嬤的味道 阿嬤來了 或者是去跟小朋友說 這是我去過年阿嬤家的人 阿嬤家的味道 老人味 對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 心情會很好 謝謝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個 又是阿嬤的 好棒 自己承認 這厲害了 應該是歐陽生的 阿嬤 瓜沙 不是你的嗎 她就Christina 我非常不喜歡瓜沙 妳不喜歡瓜沙的 詩詩嗎 我把我阿嬤請來了 詩詩的 這妳看就像緬甸玉 詩詩 這個是妳的對不對 因為家庭主婦壓力最大的時候 就是 小孩嘛 然後小孩三不五十會惹妳 然後我就需要這一個 然後就 故事 愛的小手 這一根我就是會這樣放在這裡 給你們看一下它這個 已經用完了 對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自己刮 三天內用完自己刮 對 自己刮 然後會這樣子就會 我刮好 我就感覺兩邊刮好 這邊刮好我就感覺很舒服 可以借我刮一下嗎 我幫莎姐刮也可以 因為我們緬甸 從小就是不管你生什麼病 就是阿嬤就會用這個先刮妳 對 還有我在太可的時候我有練那個什麼 妳有症照是不是 對 我有症照去學按摩 對 好厲害 所以刮痧症照妳也有 刮痧症照我沒有 刮痧症照是給阿嬤給媽媽學的 對 然後我就有拿到這個症照 好厲害 好強喔 然後比如說我真的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就可以自己按摩 就是十根手指頭 然後自己 然後每一根手指頭 就是有不同的那個 大家可以 對…大家可以做 然後這個大拇指就是這樣子按 大拇指 按凸起來這骨頭嗎 對 骨頭 然後這個就是跟心臟有關係 那你的心臟腳步比較慢 左手右手都可以 對 兩邊互按 然後這個跟心臟有關係 她的手是按摩手耶 而且妳的手… 什麼可能 我不相信 妳不相信 妳不相信 然後 然後… 因為她的手是那種滑滑嫩嫩的 然後這樣 皮膚超好的 然後小拇指 小拇指是… 像現在病情的關係 有沒有常常 我頭痛 我脖子痛 會… 會… 壓力大 就是妳可以按這個 然後頭痛 脖子痛 可以按這小拇指 還有腎不好 腎臟不好 腎臟不好 也可以按這個 對 就是互相對按 就這樣 所以大家今天邊看電視 就一直按摩手了 對… 好… 學到一些小嘗試了 好… 那歡迎下一位 謝謝 好… 下一位 親目瓜 是不是那個 這明明就畫圓的東西 你在親目瓜 是不是 這東西好老派喔 這應該是 能破竊那個什麼吧 對啊 對啊 是這樣子嗎 這是… 這是歐陽莎 歐陽莎 秋老師好 你會去畫園 不是… 不是畫園啦 蘇鴨耶 沒有啦 這是那個 煮菜的時候嗎 對啊 請不上 不是啦 這個其實叫做 它的聲音就是非常的療癒 有沒有聽到 就是覺得 這個頻率很舒服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看到那個和尚 叮叮叮叮叮叮 敲得是一樣嗎 不一樣 我知道了 那是木魚 阿姆的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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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浩妝 親愛的視白膠 你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發現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紓壓的 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最近就是壓力很大 原因就是一到五 每天早上九點的時候 每天看股票的時候 就覺得天啊 壓力好大... 然後這時候呢 就會覺得很想要找一些東西 可以讓自己舒緩一下壓力 然後我就覺得發現 聽到它這個聲音 就覺得 真的好紓壓喔 所以我想問一下老師 這個真的可以舒壓嗎 聲音 其實我們要講到一個迷思 就是我們通常說 你壓力太大 你就不要想 但是不要想是不可能的 對啊 因為我們大腦有幾千億個細胞 只要有幾個細胞開始放電 你就會有想法出來了 所以要完全放空是不可能的 比較能夠做到的是 那像這個宋波就是 它發出一個特定的頻率 那你的腦海就會 一直想著那個頻率 跟著它走 對 那其實你其他的雜念就不見了 所以這是它 紓壓的一個原理 謝謝 謝謝 我喜歡這個 好 這好長喔 我們來看 豆貓 對 貓咪 雜姐的 知道了 因為雜姐有貓 這不是我的 我家的貓是玩球 貝娜 誰養貓 我有狗狗 對 都狗狗 那是養貓 我養生 養貓的 來...這是你的紓壓小孩 壓力來的時候就是 你會指導自己自己身體這樣 不要拔掉 白花油不是它 它竟然是這個 這個非常非常好玩 然後因為我養兩個孩子還有先生 平常都有人在我身邊 對 但是這次因為疫情 我自己太早回來 然後那兩個不想過來 然後我現在不教英文 所以在家裡 只有妳一個人 對 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家裡都是這樣 太安靜了 很受不了 但是我有養了兩隻貓 小貓 小貓一個 大黑牛 還有那個Twinky 一歲了嗎 對 一歲了 然後只要妳在... 假如我們這樣 它就很像 他們就會來跟你玩這樣 你看... 所以他們會把妳當作樹一樣 對 會 我如果玩然後我停了 他會爬我腿上 所以我腿上也有很多這個 天啊 他爬在你腿上是叫妳還要在那裡 大家可能不相信 覺得這是黃大哥打的 所以我們有影片讓大家看 我先生沒有那麼壞 好 我們來看影片 他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黑豹 好可愛喔 他跟我家長一模一樣 還有耶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很狂狂耶 動貓真的很療癒 你還不放耶 他們的起來超大的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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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玩 很療癒 對 很療癒 謝謝 這是什麼 藝石這什麼 魚子醬 魚子醬 鹹油啊 你意思的嗎 擦鹹油 喇叭 什麼 這是史萊姆嗎 史萊姆 因為我喜歡我的波士版 然後我很 真的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所以我的表姐才兇壓力 這個東西給我 等一下 有一點 把它拿出來嗎 這樣子 然後這個 歐陽傘 不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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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可以摸摸看 因為很放鬆 很放鬆 謝謝我試試看 OK 香蕉觸感比較好嗎 可是 這個香蕉好 大家想好 嗶嗶嗶嗶嗶聲音 我覺得 有風氣的聲音嗎 我喜歡那個 因為這個可以做這樣子 可以做一個球 可以當球 它有彈性 可以 然後你可以彈球 你們怎麼把它分屍 等一下 一人帶一個種 對啊 可以當球 可以借我一點 我要當球 然後你可以做很多的東西 跟小孩一樣 還可以把它弄成人 把它弄成圓圓的是不是 對 弄成一顆球 它可以彈上來嗎 完全可以 丟嗎 對 它會彈起來 什麼聲音 什麼都有彈 你 三秒牛丸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他有球 這太High了 他又可以砸 又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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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下一位 髮帶 腹 應該是膚面膜 這應該是女生 這是我偷懶時候做的 就貝娜了 在貝娜 邱老師 反差太大了 邱老師帶這個 貝娜吧 這個是泡澡的 對 然後這個是面膜 OK 請 貝娜 我最近壓力真的超級大 你看我的左邊的眼睛 一直動 你怎麼了 你看 它一直動 超動 已經三個禮拜它一直動 因為是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最近就是疫情已經兩年 很久沒有回家 然後疫苗的關係 然後俄羅斯烏克蘭現在有關係 所以我的壓力很大 超級無極大 所以我就是壓力很大 很喜歡我一個人 我不需要旁邊的人 所以我就是自己進音樂 關起來 關起來 然後用那個泡澡還有面膜 就是進音樂 就是一直是一個人放鬆 但是有時候就是真的守不了 我喜歡打掃 掃地 對 掃地什麼都 洗衣服 洗衣服 塞衣服 做家事 對 這也是很多女生紓壓的方式 對 好的 謝謝佩奈 謝謝佩奈 謝謝 好 最後一位就是邱老師的 菁甜 菁老師 菁甜中的菁甜 終於來了 終於來了 一想說這怎麼還沒來 對啊 其實應該先講說 我的壓力來源是來自於病人 因為每個人都是不開心 才會來照顧 來紓壓 所以很多那個負面的情緒 然後呢 例如說我今天開導他一次兩次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他下個禮拜來還是在那裡轉圈圈 結果讓我覺得很不能控制 但是壓這個呢 讓我有控制感 是 因為你壓一個 他就飆一聲 壓一個就飆一聲 沒有成就感 對 最後就是說 我想教大家一個 很有效又很簡單 紓壓的方式 好 是 好 我們大概一分鐘呼吸 14到16下 但是呢 你會正確的頻率呼吸 其實可以幫助你快速 抹壓 首先大家找到你的脈搏 來 脈搏 這個脈搏就是你的心跳的頻率 所以我現在教的這個叫 心率呼吸法 就是你每一跳六下心跳 請你做一個吸氣 例如說你是 蹦 蹦 就吸 二 三 四 五 六 吐 二 三 四 五 六 如果有失眠問題的人 你躺在床上做這個 心率呼吸法 大概不超過三到五分鐘 你就很自然就睡著了 真的喔 對 那白天也可以用 那入定了 白天也可以用 例如說你要上台報告 你很緊張 腦袋一片空白 你也可以趕快 在台下先 靜一下 靜一下 安靜一下 對 坐待一分鐘 你的思緒就會安靜下來 你上台報告 或者你上台表演音樂 你就會更正常的發揮 好的 所以今天其實老師幫我們 介紹了很多 沒錯 輸壓的方式啊 還有如果你遇到困難 或是不開心的時候 要怎麼解決 對啊 而且我覺得今天老師 出來的分享真的超棒 因為我們大部分人知道 雖然是心理老師 可是連他們也有壓力 所以有壓力 每個人有壓力都是正常的 對 然後每個人找到自己 排擠壓力的方式呢 其實都可以去 戰勝你的壓力的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下次片子也不會下次見 掰掰 開心喔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記得 記得按讚 訂閱 按讚 開鈴鐺 訂閱 訂閱 記得按讚 訂閱 開鈴鐺 耶 好險 等一下 按讚 按讚 按讚